五平方square foot突压,新地楼盘全真 是由五平方square foot,优质楼盘专区,赞助爆出 兒子長大成人,要去外國升學 留在香港的准退休夫婦,就可以兩個人自己探過千呎的單位 設計師有充足的發揮空間 營造適合二人家庭的起居空間之餘,都要做到大方得體 讓護主隨時都可以招呼親朋好友的家相聚 所以又是時候為舊屋進行大翻新 要翻新一下過時的舊設計,融入一下新的元素 一起看看設計師如何發揮獨特的設計美學 本身屋主的要求就是第一,儲物量希望大些 整間屋的感覺希望光猛 亦希望以一種簡單、modern elegant的效果可以做出來 客飯廳就是招呼朋友的重要空間 水泥質飲包為全屋 搭配柔和的木紋,以長布、雲石、玫瑰金呈現 可以好好彌補水泥色彩的單調,營造溫馨的感覺 屋主喜歡招呼朋友,所以就在窗邊加上一張小桌 可以和朋友在這裡喝酒,放鬆一下 我們在飯廳那邊安排了一組酒櫃 主要就是可以展示業主自己買的珍藏 和朋友一起分享 廚房的清玻璃門除了有阻擋油煙的功能 亦都令到全屋看起來更加闊落 而Kangia,看到這間房間有鏡子和壁床有什麼用途? 其實這間房間大部分的時間,屋主就用來做瑜伽或者打高速用 而這個大鏡主要就是打高速時可以矯正一些姿勢上的問題 而後面的壁床,因為兒子一年都會回來一兩次 當他回來的時候,就可以反過來當一個客房的用途 但是好像看完整間房都好像欠了門 其實門是有的,我們藏在這一組櫃裡 變成平時回來的時候,關掉整個門就變成一個客房 騰空了空間給走廊之後,要考驗設計師的就是頭頂的陣位 與其擔心越遮越醜,倒不如光明磊落一些 減輕走廊的壓迫感 這間房子都有不少的中通櫃,可以給互主擺放身外的收藏品 而且配備了滲光的效果 他們都安裝了一些感應燈,只要掃一掃,燈就會亮了 天時暑夜,可能有不少人都打算在家裡換一部冷氣機 有一些舊樓可能要加裝一些冷氣 或者由窗口機改造分體機 當中可能會涉及到室外支架工程 事前,除了要考慮冷氣型號、效能 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還要留意承托室外機的支架 因為當中可能會牽涉到安裝和拆除 戶外支架,便有機會觸及到屋宇署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需要申請的工程項目 小型工程制度目的就是方便市民 在專業人士協助下,可以加快進行工程 不用再等詳細的批准過程 制度即將工程項目分為三個級別 第三級就是屬於比較簡單的工程 可以先進行後申報 而第一、二級就要在施工前後交文件 至於剛才提到 冷氣機的支架工程 便會按照支架的長度和乘重量分類 由外場伸出不超過600mm的支架 乘重量不超過100公斤 距離地面和屋頂多過3米的話 便會納入第三級 即是複雜程度和安全風險相對低一些 要豎切、改動和拆除工程 事前就不需要通知屋宇署 只需要在工程完成後的14日之內 呈交相關工程員工證明書 包括圖籍和照片 但如果超出了上述的要求 例如同樣的支架長度 但乘重量達到150kg 便會納入第二級 當涉及長度不超過750mm的支架 便會納入最複雜的一級工程 而第一及第二級工程 都要在工程展開的前7日 呈交工程展開通知書 附上埋圖、工程詳細圖和照片等等 並且需要在收到認收信件後 才可以展開工程 員工之後 都要在14日內 呈交工程員工證明書 以及相關員工文件 如果做了這些工程 而有沒有按照條例申報 安排工程的人 包括業主在內 最高可以判罰款10萬元 和監禁6個月 所以大家最重要都在看 不過現在申請這些文件 相關手續都比以前方便 可以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網站 填寫小型工程展開通知書 以及員工證明書 按步驟填寫地址和工程資料就可以了 發展開通知書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